拿起琉璃台下方的掃把 放進炒菜鍋 就直接刷了起來 骯髒又脫緒的行為 讓人看了好傻眼 大陸知名 翹江南餐廳 長沙分店 因為有客人 爆料用餐後 出現上吐下泄的症狀 大陸媒體 臥底實際調查 竟見到驚人一幕 不僅對偷吃客人餐點 不以為意 甚至還拿臭酸的死魚 放進魚缸 充當活魚使用 還可以看到有廚師 從客人吃剩的菜盤中 挑出辣椒繼續炒菜 而當記者詢問 這樣做衛生是不是會有問題時 還被對方出言警告 影片被PO上網後 立刻引起軒然大波 而餐廳創辦人 張瀾的兒子 就是大S老公王曉飛 她14號也在微博上 發文做出回應 稱 自從張瀾董事長 和幾位創始高管 退出董事會後 公司先後由CVC和保華接管 業績直線下滑 王曉飛火速澄清關係 表示母親張瀾在2014年 就退出董事會 連鎖餐廳現在由香港公司 負責經營和自己毫無瓜葛 該分店負責人則表示 媒體曝光的問題 發生在去年8月 目前已經整理改善 相關失職人員也已經被開除 記者送不到 耀進 製造 印象中 施設 施設